今日,何院士爸爸经营的车行开幕 苏永康,徐浩莹,梁汉文,刘浩龙,杜文泽等圈内人特地前来道贺 何老爹西装鼻挺,脸上一派喜气洋洋 因为拍戏显现迟到的阿诗笑颜 这个车行自己没有投入股份 不过相信只要是圈内的朋友前来会顾 老爸一定会网开一面打个对折 阿诗还透露忙完电视剧的拍摄工作 接下来他还将举办演唱会 其实这一阵子就在拍电视剧 然后也在准备新的专辑 而且就是今年会有演唱会 所以也就是在准备这一些了 所以刚刚其实也有新歌派台 苏永康和梁汉文坦言 他们和何老爹早已经不是普通的前后背关系 平时还经常在夜里凑在一起打扑克 就像朋友一样 很多圈内人的车出了问题 都是找石发来修的 我们俩的车子 这几年都是他帮我们来打理的 虽然他是我们的前辈 但是我们已经当时同辈了 因为我们常常有晚上有聚在一起玩 那其实他算是前辈 但是他活力很够 所以今天我们来了 就是带我们的心意来 然后往后 我们所有的车子有任何的小问题 很温身兴啊 有什么很温身兴都找他 小问题都找他帮忙 其实我们圈内很多朋友 我都是有有 都找找士发帮忙的了 杨伶蒙